最近,啤酒商赞助华校议演的风波终于有了结果 内阁决定,只要华校在举办议演时不展示啤酒标志 就可以继续举行这些活动 交通部长陆兆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内阁讨论后决定,华校议演可以继续 但必须遵守两点要求 活动不能涉及穆斯林学生 也不能在学校场合展示啤酒标志 他指出,多年来这些活动主要是成年人参与 所以不应该成为争议焦点 也不应该被用来政治炒作 对此,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表示 很多非穆斯林家长并不担心啤酒商的赞助对孩子的影响 他们更关心的是学校的生存问题 他强调,啤酒公司的赞助对学校来说非常重要 特别是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他还批评了一些政治领袖 认为他们只是从道德角度批评啤酒商的赞助 而忽略了华校的实际资金需求 林冠英说,自1987年以来 啤酒公司已经为多元留学校筹集了9.81亿令吉 帮助这些学校维持运转 如果没有这些捐款 学校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而2022年,国家预算中分配给多元留学校的拨款 只有1.1亿令吉 这还远远不够 他呼吁大家停止政治化这个问题 真正关心华校的人应该直接提供资金 而不是仅仅发表批评意见 李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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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ran